好 最新的颱风动态要继续来请教蕴含了 哇 山陀尔颱风的移动速度相当的缓慢 没有错 真的非常的慢 而且它几乎在过去一个小时 是一共的十公里 距离它中心跟台湾的距离 还有两百多公里 所以说本来大家觉得说 今天是不是这放颱风价几率高呢 看起来好多县市可能真的是 看起来风雨还真的没有那么大 好 如果说这路径不变的话 山陀尔颱风从南部登陆 将会是史上最强从南部登陆的台风 而接下来我们就要从风力的角度来分析了 会带来什么样的破坏力呢 云海 这个风力真的是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其实这一次 它会直接撞进来这南部地区的陆地 那么因为它的中心风速来到16级 那这个风力来到16级是相当可怕的 因为16级的风可能会将树 或是电线杆连跟拔起 好 继续就要再来提醒的是 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这个时候还有一点点的空档时间 请务必一定要做好防台工作 刚刚我们关心完了南部 那么至于对北部地区的影响 时程上也延后了 大家都很关心的是台风假 那么是不是代表 北部地区只剩下了一天假 或者是根本放不到呢 好 大家看到这最新的警报端 你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在过去一个小时 这个墙台山陀尔 它终于北转了 有没有看到一点点这个90度往上的感觉 那么如果现在预估的路径不变的话 它又走得这么慢的情况下 您看到明天下午的两点 它的中心在哪 在这里 那时候的暴风圈 甚至连半个台湾都还不算是购路当中 所以现在就要看说 如果在明天晚间 大概接近晚上的6点7点才登陆的话 那么南部地区的风雨 等于是在明天晚上才会渐渐加大吗 目前看起来导引器都相当弱 而且路径上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但是刚刚佩颖有提到 这一次的风力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这雷达整合图 带您掌握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一旦它终于北转撞进台湾之后 你看到它的10级暴风圈 可能就会寒刮到哪里 包括高雄 屏东 还有恒川半岛 刚刚有提到16级的强阵风会将树连跟拔起 或是电线杆会吹倒 蕴含自己本身在2013年的苏迪勒台风 当时就经历13级的强阵风 那时候我是连站都站不稳了 更何况这一次是来到多少 16级的强阵风 那么就要留意了 明天晚上这个时间点 周三的6点到7点 晚上这段时间 狂风暴雨席卷南台湾 大家真的趁现在还有一点空档时间 要留意它带来的风雨了 我们再来看到沿海的浪高 现在也有国家灾防中心在示警大家 这一次的风雨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看到下一张图表资料来告诉您 您看到这红色的部分是什么 是预估接下来一旦这个暴风圈 直接笼罩在台湾的上空 中心登陆之后 沿海的浪势必相当的可怕 又正逢明天刚好是暴潮 所以海水是可能会倒灌 甚至因为在中心当中 会有一些对流产生 包括嘉义以南一直在高平地区 要留意这个浪高会来到多少呢 目前国家灾防中心是估计 恒春半岛这边的浪 很可能会来到15公尺 15公尺是什么概念 大概就是三层楼高的概念 所以提起观众朋友 沿海真的非常危险 也要留意着海水倒灌的情况发生 当然我们来透过下一张 来看到时序的部分 则是要告诉您 其实现在刚刚佩颖有提到 北部放假时间真的是往后了吗 这一张影响时序 的确就有可能是让 北部地区的放假时间 落在礼拜四吗 考验着北部的地方首长智慧了 因为现在看起来 整体的时间不断地往后沿 笼罩最多的时间 估计在周四的清晨的话 那么周四中午才会出海 而且周四中午出海之后 甩进来的雨带 还有包括到时候的环流 以及东北风带来北部 可能在山区雨量 也会相当的可观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北部现在风雨还没什么感觉 真的还是要留意 接下来它带来的风雨了 一周天气则是来告诉您 刚刚提到这个雨区预报的部分 您看到周三你看一片紫暴 就是因为南台湾狂风暴雨 滑东地区同样风雨还是很剧烈 那么南台湾是有机会 可能放到三天的吗 就看这个风雨 到时候是不是还是持续的灌进来 但是礼拜四现在看起来 北部还是会持续有好雨发生 严寒的震风是在礼拜四的时候 北部也会开始感受到 哇这风雨真的是相当的强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这回山徒儿现在看起来 完全不知道剧本走路径 又这么诡谨状态下 你还是要持续留意 这东森新闻的专业气象资讯 我们再把时间还给蔡英 海岸边巨浪一波接一波 用力拍打在小波块上 狂鲜巨大浪花 海浪持续往岸边逼近 威力相当惊人 这也是台东复岗渔港 巨浪不断掀起 高度甚至达到十公尺高 威力惊人 可以看到其实我旁边的海面 是相当浑浊的 而且还刮起了大浪 刚刚的浪花甚至目测 可以到一二层楼高的高度 扇陀的台风逐步逼近台湾 台东也是气象署 认为影响剧烈的地区 港边船只随着海浪大力摇晃 渔船绳索无预警断裂 民众只能冒生命危险 奋力将船只绑紧 强势大浪不止让渔船差点离家出走 停在港边的不少机车 也被风浪给击倒倒在路上 结果旁边的防撞感也跟着断裂 台风逐步逼近 就连台东大鸟溪 溪水也暴涨 可以看到我旁边的大鸟溪 溪水是已经不断的暴涨 滚滚的泥水是从山上浅泻而下 不只如此 台东台九县山壁上 大量砂石泥土从山壁上冲刷下来 堆积在路旁 形成一条泥流 车辆通过都得从旁边 小心翼翼绕过 已经影响交通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台东县的大五香大鸟村 外面的台九县路段 可以看到其实旁边的路树 其实土石已经整个倾泻而下 除此之外 台东南回京丰乡 东六十四县道边坡也发生摊坊 造成道路一度中断 山陀的台风缓慢逼近台湾 相对来说扎实结构 威力不容小觑 首当其冲的台东 现在强劲风雨 就怕再靠近一点点灾情会逐渐传出 务必要做好万全准备 丹盛综合报道 另外在台东的资本乡的资本西 由于这个台风大雨狂炸 在这边也出现了暴涨的情形 同时这边也是15年前 巴巴风灾的重灾区之一 而就在目前最新状况如何呢 继续要把时间交给炫君 好 各位观众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台东资本的资本大桥上面 那可以看到其实我旁边的山区 其实整个像山水末画一样 老实说相当的漂亮 不过画面转过来这边 我底下的资本系是整个呈现暴涨的一个状况 滚滚的泥流是不断往太平洋冲刷 其实如果人或是动物掉下去 基本上都是被一波带走 带进台平洋里面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其实如果观众们有印象的话 旁边这个绿色提案那边 长满草的那边 其实原本在15年前巴巴风灾之前 都是一条温泉街 上面有不少的商家 铁皮商家摆设摊商 但是当年的巴巴风灾 是整个因为资本系暴涨的关系 把这个商家包含了 印象中最深刻的金帅饭店 整个的路基都掏空 导致金帅饭店跟整个商家都倒塌 被冲进资本系 带到太平洋里面去 不过回过头来看 现在今天的状况 其实整个经过了好几年 这相关的防汛工程 已经提防的一些工程 都已经改善了 其实那再加上说 这一次三驼额台风 虽然对山区带来很大的雨势 但是资本这边是并没有发布任何 也没有发布相关的 紧急性的撤离的警戒的 因此其实我们刚刚在来的路上 是额额额额的关系 游客虽然比较少 不过呢还是可以看得到一些民众上街才买的 但其实也提醒民众了 现在下起的间歇性大雨 而这个雨是会随时时间越来越晚 越来越长 那也没有必要的话 民众也尽量不要出门 以上是我们在资本 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将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监视器镜头拍下一棵大榕树突然倒下来 直接就压在机车上头 还造成民众因此被压伤 附近民众听到外头动静 赶快出来查看 并且帮忙叫支援救人 这棵位于新竹县竹东镇客家戏曲公园的大榕树团青岛 造成树下一名女子擦错伤 还有三辆机车倾倒受损 幸好受伤民众自行就医没有大碍 当地人表示 有可能是因为这棵大榕树的根部有不支不包折 所以无法扎紧土壤 才会导致台风靠近 风一吹就倒下 而对于造成人员受伤 还有机车损毁 相关赔偿 这名代表也表示会全力协助处理 东森新闻孙中荣新竹报道